英国某处的居民楼内正在爆发激烈枪战 一个男人手持突击步枪冲进建筑内对里面的半毒组织成员射杀 只见男人开枪果断但无需发 换弹速度也是极快 一看就是受到过专业的训练 只见他躲在墙壁后快速闪出点射 轻松干掉数名毒枭成员 等步枪子弹打光就掏出手枪继续战斗 这个表现勇猛的男人名叫米勒 是一位从阿富汗战场归来的退役老兵 同时还是一名英雄 此前在战场上他跟队友遭遇恐怖分子的包围 经过浴血奋战后 只有他一个人侥幸杀出重围活了下来 在万人眼里米勒是个英雄 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场战斗让他失去了继续当兵的勇气 之后米勒退出现役回到家乡 准备过回普通人的生活 可成年的军旅生涯让米勒已经与社会脱节 迟迟找不到工作 这让他很是苦恼 而且米勒还发现家里周围的一切都变了 这里的年轻人为了赚钱 纷纷加入到贩毒的行业之中 其中就包括米勒童年好友 老黑的儿子小黑 只有16岁的他 不听从父亲的管教 执意加入当地最大的贩毒组织 成为里面运输毒品的一员 这天晚上 米勒在回家的路上 正好跟运送毒品的毒贩碰在了一起 心里面有小黑 米勒便好言相劝 谁曾想对方根本不领情 甚至还拔枪相对 米勒条件反射 上前一把多下小黑的枪 然后一声怒耻 将这些人赶走 此时的他并不能理解小黑等人的行为 没想到第二天 小黑的老大 执姆斯主动登门拜访 他并不是来为小黑出头 而是想把米勒招致麾下 帮他们交一些年轻人打枪 充满正义感的米勒听闻 当场拒绝 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家园 变成毒品战争区 执姆斯听闻微微一笑说道 你以为你们在阿富汗打仗 是为了打击毒品交易吗 事实却恰恰相反 而是在保护毒品的供应线 诸所周知 阿富汗地区不光盛产石油 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 所以政府才会派兵前去 而米勒家乡的毒品之所以如此泛滥 也跟政府有关 他们为了让钱袋子鼓起来 放纵毒品在这里经销 然后毒销赚到的钱会存进银行里 这样经过银行的钱就会被洗白 说白的 执姆斯这些毒销属于在帮政府洗钱 所以像执姆斯这样的毒贩 才会如此猖獗 米勒听完根本不为所动 他认为执姆斯是在瞎说这天 米勒的战友丹尼听说他迟迟找不到工作 生活有些窘迫后 便主动约米勒见面 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帮政府的反恐组织 搜寻线索和证据 米勒听后答应了下来 此时米勒就和丹尼一起见到了负责人西装男 并得知了自己接下来的任务 监视和跟踪一位沙特裔英国人费斯 此人曾是基地组织的一员 几年前他离奇失踪 现在又突然出现在这里 西装男怀疑 费斯可能是想发动恐怖袭击 了解到大体情况 米勒和丹尼便开始行动起来 发现费斯接到一个女人后 来到一家餐厅和一个胖男人会面 对方看起来像是街头人 会面结束 米勒并没有继续跟踪费斯 而是转头跟上街头人 因为他感觉这个街头人 应该比费斯更重要 米勒一路追踪 来到一处房屋 等到午夜时分 他偷偷前进去侦查 无意中在一处房间里 发现许多制造炸弹的原材料 由此可见 这伙人真的在搞恐怖袭击 米勒赶紧录下视频 然后快速逃离了现场 第二天 米勒就把视频交给西装男 不过对方看完后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将录像交给丹尼 让他继续跟进 米勒则被带到西装男上级乔治的面前 对于米勒的能力 乔治很是欣赏 接着便交给了他一个新任务 负责跟踪一位女线人 安娜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此前上费斯车的女人 安娜是一位双面间谍 可在三个月前不知为何 乔治等人就突然跟他联系不上了 乔治怀疑 安娜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不方便继续传递情报 所以现在需要米勒去接近安娜 调查出恐怖袭击的作案时间和地点 虽然米勒同意了 可心里还是有些疑问 据他所知 阿富汗基地组织是不用女人的 但米勒并没有多问 当天晚上早在回家的路上 米勒碰见老黑正在敲一扇铁门 那里是詹姆斯存放毒品的窝点 原来老黑为了把儿子弄出来 铤而走险 打算一把火烧掉詹姆斯的毒品 没想到打开铁门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看来詹姆斯早已把毒品转移了 避免老黑发生意外 米勒警告他不要再招惹詹姆斯 回到家后 米勒就开始制定跟踪计划 很快 他根据西装男提供的情报 找到了安娜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咖啡厅的厕所内 米勒向他介绍完身份后 便询问关于费斯和恐怖袭击的事情 安娜说他什么也不知道 虽然这次见面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线索 但米勒从安娜身上看到了死去女战友的影子 当天下午 米勒找到西装男将情况说了出来 却意外得知 上级现在对安娜已经不是很信任 怀疑他跟恐怖分子同流合污 由于米勒从安娜身上看到死去女战友的身影 莫名的便想要帮帮他 此时 米勒跟踪安娜来到一家超市 因为安娜有费斯安排的保镖跟着 所以米勒就装作顾客来到他的身后 将他现在的处境小声说了出来 并且米勒还偷偷塞给安娜一张携由自己电话的纸条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经常出现在安娜周围的米勒就被保镖察觉到 于是便把他抓到一处仓库 拿出匕首言行逼问其身份 好在米勒不是一般人 瞅瞅时机迅速挣脱束缚 接着跟保镖撕打在一起 经过一番激烈的不斗 虽然最后米勒成功将保镖制服逃了出来 但自己也被他捅伤 万幸没有伤及要害 米勒来到丹尼家包扎伤口 简单休息一晚后就开始继续跟踪安娜 不过这次他变得格外小心 这天晚上 米勒返回家中取东西时 意外在楼道里碰见受伤严重的老黑 赶紧把他带回家包扎伤口 通过询问得知 老黑为了把儿子弄出来 便亲自找到詹姆斯 却遭到对方无情的殴打 说话间 老黑请求米勒帮忙 希望他能将小黑带出那个贩毒组织 面对老黑的请求 隔天早上 米勒找到詹姆斯进行谈话 让他把小黑放出来 可惜对方并不给面子 眼看谈判不成 米勒只好暂时离开 日后再想办法 从詹姆斯这里离开没多久 安娜就联系上米勒要求见面 却意外得知了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 在一年前 安娜接到命令 招募了12名年轻人去巴基斯坦训练圣战 后来这12人又在安娜的安排下 返回英国境内待命 这次的恐怖袭击 就是由这些人充当攻击小组 接着 米勒还了解到 贝斯和安娜并不是基地组织成员 而是巴基斯坦的情报人员 现在攻击小组就等着武器装备一到 就开始发动恐怖袭击 至于5G的投放点在哪儿 安娜并不知情 她只知道是通过水路运输过来 其实这次所谓的恐怖袭击 只是一场阴谋 西装男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至于为何不阻止 是因为他现在不知道攻击小组的具体位置 而这件事只有贝斯知晓之后 米勒将这个情况告诉西装男 结果对方却要求他把安娜带过去 见面后 安娜再三表示 他真的不知道攻击小组在哪儿 所以这次会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返回的路上 安娜隐隐约约感觉此事过后 自己将会被灭口 当初的之所以选择成为双面间谍 就是想阻止这场恐怖袭击 可现在他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米勒听闻赶紧出言安慰 在将安娜刚送回家后 米勒就接到了老黑的电话 等他赶回去发现 对方已经不知所踪 通过调查 米勒得知 老黑为了弄回儿子去刺杀詹姆斯 结果失败的 现在正遭到对方的追伤 但现在的米勒根本顾不上老黑的事情 第二天 安娜那边传来好消息 称已经获系武器到达的时间和地点 不过在告诉米勒之前 他需要确保自己的人事安全 于是米勒将他送给丹尼保护后 便急匆匆赶往安娜提供的码头 轻松解决掉收获小弟 然后带着缴获的武器装备 找到西装男 在交给他装备的同时 还询问了一句 接下来是不是敢去找攻击小组呢 奇怪的是 西装男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回答 而是让米勒先消息一段时间 以后的事留给他们就行 说完 西装男便带着武器装备离开了现场 看出西装男不想让自己介入 但米勒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 为了阻止恐怖袭击的发生 当天夜里 米勒反回丹尼家跟安娜会面 接着两人找到一些武器 来到之前街头人的住所 米勒感觉 那里应该会是攻击小组的藏身地 他下车前去解决众人 安娜则留在车里等候 万万没想到 米勒刚敲开门 就被两个蒙面大汉抓进房内 背方威胁米勒 对着摄像机面出事先准备好的高职 米勒第一次不从 蒙面大汉剑撞 拿起桌上的武器就要杀了他 关键时刻 觉察出不对劲的安娜 及时冲进来 干掉两人救下的米勒 紧接着安娜扎一下蒙面大汉的口罩 发现对方居然是西装男的人 整个事情瞬间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到了现在 两人都感觉 所谓的恐怖袭击 似乎跟西装男脱不了干系 米勒怕安娜继续参与进来 会有危险 于是提前送他离开 然后再悄悄跟着那个费斯 看看最后跟谁接投 果然发现 费斯跟乔治碰面 拿走了那些武器装备 事情发展到这 米勒才明白 乔治他们才是这起恐怖袭击的 幕后黑手 自己和安娜只不过是两枚小小的棋子而已 隔天 米勒找到引自己入坑的丹尼 质问他为何欺骗自己 丹尼表示 他从未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而且安娜已经被乔治抓住 接下来就要对米勒动手了 丹尼却米勒赶紧走 逃得越远越好 米勒却不肯 执意要去营救安娜 说完就离开的现场 不料 刚走到自己车旁 身后就驶来一辆面包车 里面的人直接将米勒抓了上去 幸亏他反应迅速 及时掏枪解决掉几人 接着米勒发现 这群人当中居然有西装男 之后利用从西装男身上 找到的手机将乔治约了出来 然后质问他为何要发动恐怖袭击 还有安娜被关在哪 事到如今 乔治也全盘多处 原来乔治背后代表的是政府 众所周知 枪 毒品 石油 被称之为上帝的事业 政府要想快速弄到钱 只能在暗地里想尽一切办法 掠夺这些资源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的生活逐渐趋于稳定 开始反抗毒品的销售 以及政府的制裁 为了能继续有钱赚 政府便制造了恐怖袭击 让民众产生恐慌 只有在恐慌状态下 人们才会毫无怨言地 接受一切统治 而安娜和费斯 只不过都是事后悲过的棋子而已 至于安娜现在的位置 乔治直言不讳地告诉米勒 他就被关在詹姆斯那里 原来乔治和詹姆斯 这些大毒硝之间 都有一定的联系 听到这儿 米勒一枪送这个 惨无人道的国家走狗 领了河犯 之后他拿几步枪 直接杀到詹姆斯老巫 谁曾想途中杀及了眼 一个不小心 把躲在房间里的安娜 也给射杀了 随着安娜的死去 米勒的怒火被彻底点燃 对着詹姆斯手下一段扫射 可是万万没想到 小黑突然从背后出现 一枪打在米勒的脖子上 米勒捂住伤口 难以置信地看着小黑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死在小黑手上 没过多久 米勒便因失泄过多 死在的现场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老兵》 是一部上映于 2011年的犯罪惊悚电影 从结构上来说 节奏和叙事都很不错 颇为符合英国人 爱文艺的风格 剧情也不算太老套 讲述退伍军人 落入阴谋的故事 影片前边 多半部分主要是在铺垫 点名男主 如何一步步陷入漩涡之中 再加上几段 恍惚的战场回忆 颇有几分文艺信息 这也是英国电影的 不同之处 就算在暴力动作电影之中 也不是对人物 内心世界的心理关怀 电影还算精彩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看一下原片